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是什么吊诗是你们最喜欢的 对吧 吊诗利息 这里面讲用户 讲渠道 讲流量 讲粉丝 讲个性化 经济 包括用户体验跟专性 用户联系 跨界 重抱重愁 你们会听到很多这样的东西 每天都会听到 每天都讲 包括我们总理现在讲互联网加 重创空间 我们总结了一下就是说 移动互联网视围这一块 它有哪些特质 就是为什么这么一巴掌大的地方 能够吸引到这么多人的研究 不只是中国 来自全球 那么 首先看物理 在物理块面我们看到有WiFi 对吧 以前我们的手机为什么没这么热 基本上就打电话发发短信 因为我们有WiFi 没有联网 所以我们不用天天看着电话 除了电话里响 我们才去接一下 但现在不一样 现在因为有WiFi 联网了 第二 它很方便 随身携带 第三 碎片化 即时性 以前我们 虽然有领导 如果说给你打电话 下班时间一般领导不会给你打电话的 但现在不干了 现在下班时间领导发一微信 对吧 尤其在那个工作群里面发一个 你说你干还是不干 他反正就发了 对不对 然后你说你不干吧 反正领导发了 你觉得你不知道 还没事 一知道总觉得 有一天万一领导给我穿一小鞋 这就是借口了 你看你们积极性不强吧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慢慢就会把我们 碎片化的时间 包括即时就会把我们的信服 就我们很多时间给压缩掉了 另外 移动互联网这一块 它有GPS定位 对吧 还有重力改善 包括大数据分析 大数据分析是整个移动互联网时代 现在很要命的东西 也是现在投资人特别看重 包括很火的一块东西 无情之中你会发现 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的 我们手机的移动互联网段 包括手机 包括Pi这一块 无情中就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你不知不觉 有时候你扔都扔不掉 可能有时候你出门不一定会带钱包 但是手机你会必须带 以前不带手机是怕发生什么 家庭矛盾对吧 万一有个女孩子打电话 说不清楚了 对吧 现在不带手机 那不只是这么一点 那不只是家庭矛盾 那可能有更大的 生意上的东西在影响这里 另外呢 除了这些物理以后 物理会产生一些化学反应 所以我们看一下 它会产生哪些化学的反应 一 它成本很低 效率很高 如果你手机看一下 对吧 看一分钟收费 一分钟一块钱 我们现在只是流量费 流量如果用WiFi的话 基本上就是流量都是免费了 所以因为它成本很低 而且效率很高 你要跟谁发一个什么东西 很快 其实是很强 而且不收费 所以最起码 它可以把短信 这一块可记在这 我们现在聊天 基本上语音也好 微信的聊天也好 以前的短信费 化费我相信你们 应该都会省很多 对吧 包括我自己在内 我现在发现省了很多化费 每天的沟通 效果非常的好 而且很快 因为它成本很低 另外它打破了中心 我们现在发现很多 所以现在你看到 移动互联网实在有很多 动不动去去 说成总行业天天坐不住 包括我们现在 前几天还跟浙江 那一帮土豪 玩房地产的土豪 我们在一起吃饭 对吧 就在谈这个事情 他说 以前他们过得挺好 挺滋润的 对吧 跑马穿地 建房子 卖房子 租房子 挺好玩 以前只要有钱 有政府关系 对吧 有人脉 就可以把这个干了 但现在不行 现在因为实力经纪也不是很好 然后呢 天天有移动互联网 在那里敲他的门 睡不到觉 像我们上次去 参观过的 好屋中国 对吧 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这种 房地产的这个中介 就移动互联网的 比如说 爱屋及屋里面也知道 对吧 在地铁上也打广告的 你看 那一帮以前的房产 所有的房产中介 他们就坐不住了 传统行业现在坐不住了 所以他们现在就很需要 想了解谁在踢我家的人 对吧 能不能把这个踢门的人拉进来 变成我的人 我再去踢别人的人 所以他们在干这个事情 上次跟他们也是在一起讨论这个 就是说传统行业如果跟移动互联网去结合的一个事情 还有一个他出了中介 现在你可以直接跟客户对话 把很多以前的中介的行业 现在开始慢慢地慢慢地开始堕落了 但是堕落的不是全部 就是高端行业还是高端行业 但是现在很多平民化的市场就开始堕落掉了 尤其你们看到那个HR这个行业 现在就有很多 像我们平台每年收到的 关于HR那个行业的移动互联网的项目 非常的多 他们就在颠覆以前传统的猎头故事 还有去精英化 我们现在发现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 给了我们一个人类最大的一个需求 平等 对吧 你看干什么你都不用怕人家是大的 而且成本很低 开个淘宝店 开个微店 对吧 想创个业 干个什么 好像成本都不是很高 以前你开个私底店 没个百八十万 对吧 基本上干不了 现在不用了 现在干什么事情好像门口都很低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有个好处 大家都可以干一件事情 而且大家都可以发声音 在这个地方大家都平等了 最最要命的就是边界 以前我们的地域性很强 以前我们的地域性很强 行业比例很强 现在没有了 前两天 一月份跟万部长在市政府那个座谈的时候 还说了一个事情 说现在开咖啡馆的 说你到底属于创业服务行业 还属于那个隐私行业 不知道 然后你们在看很多地域性已经没有了 足个例子 像我们上次碰到一个很偏远的地方 三线城市我去考察的时候你们想都想不到 那个地方居然一个高校的食堂被饿了吗给颠覆了 说食堂没生意了 学生天天拿着饿了吗在叫外卖 那你说看看这个东西是谁瞧谁的 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 你如果不改变自己 就会被别人颠覆掉 这就是我们这个年代讲的颠覆最多的一个事情 当然这里面还有更多好玩的 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联盟 对吧 包括我们重创攻击联盟 有很多联盟 还有整合升级 更要命的是 我们现在很多海量的细细数据 它可存储 可分析 可计算 所以它变得更加精准 现在都干一个很流行的 就是斩首行动 直接秒杀 所以这东西多了 源自于什么 它有大量的海量信息可以去存储 分析 然后统计 计算 精准地计算到你是什么样的消费群体 你会对哪些东西感兴趣 比如说有钱的 它就不会推二三 就是普通的货给你 天天肯定找 像我们每天收到最多的信息 就是卖房的 对吧 银行卵程的 理财的 有的可能天天购物的 可能推到更多的信息就是购物 包括服装行业 对吧 产品不一样 当然还有很多 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多的物理特色 跟化学造成 包括这么多用户的标签 而且这么流行 所以我们看到几个 开放 平等 自由 务实 高效 包括舍责 包括电付 包括无误 看到这些所有的字面 我们古迹都只是概念 因为移动互联网的时代 移动互联的思维是必须用行动来去体验的 你可以听别人说 但是你听到的永远是别人的故事 永远是别人的故事 你自己不做永远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玩 所以我们自己都会自己玩 如果讲到开放 我们讲到小米成功模式 你们都很熟悉 对不对 把它的技术端 这块开始开放 从而形成了大家一个共同的参与感 然后及时广业 而且你觉得那个东西的成功 是有你的一份子的 对吧 这就开始慢慢地形成了后面的粉丝经济 包括舍责这一块 我觉得大家感受最深就是三个零 对吧 现在什么都免费 现在很多东西都是免费 还贴钱 你们看滴滴打车和快递打车 对吧 天天还贴钱 烧钱给你们 他们在占领市场 颠覆这一块 我觉得我特别欣赏的是腾讯 能够自己把自己手机抠扣这一块 因为它本身是有移动端的 有手机抠扣这一块 你看它还做一个微信 连带更新 联盟思维是目前非常流行的一个事 尤其在创业服务业里面 为什么都爱做联盟 因为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移动互联网它没有边界 没有地域 什么地方你发现三四线的城市 你不可以想象的地方 它都会有存在 都可以延伸得到 在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 大家去抱团出来 因为一个人在这个海量的社会里面 是很难单兵作战 形成合力的 只有大家抱团 一起从集团去打 因为你面对的是大海 而不是一条小溪 一个人走就过去了 还有一个事为叫自由 移动互联网时代把我们真正的第一次解放到市场经济 所以你们现在看到所有的政府的改革 对吧 叫倒逼 这是政府所谓的倒逼改革 怎么样改革 改革 以前我们所谓的改革就是 领导说八万亿 行 那就 我们按八万亿去做 但现在不是这样 现在你们会看到很多都是从 先搞试点 对吧 允许一帮市场经济 市场上自由发展出来的东西 比如说给你们组个案例叫P2P 如果各种计划经济里面 P2P是先纳牌照才能干P2P的活 干金融的活 金融是很敏感的 但是你们会发现 P2P的发展 其实很多是 开始允许一帮互联网的公司去干 你们先去做 政府先不拍你 就看P2P到底是什么玩意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对吧 你们会是怎么干的 然后 政府先允许你们存在 为什么允许你们存在 是因为 以前我们的政府就希望银行 天天把这方钱放给我们的中小微企业 扶持我们的中小微企业来经济的发展 但是银行不干 银行很简单 我躺着也能赚钱 为什么要站起来 对不对 我们现在很多传统行也面临这个问题 都转得太舒服了 但是政府要你做 你不愿做 行 没问题 你不做 有人会来找你做 对吧 有人会来替你家的门 有人会让你睡不着觉 那就是P2P公司 所以瞬间你会发现 P2P出来了 出来了 而且以后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政府还去鼓励他们 这就是倒闭 然后现在后面一看 你们再看 几大的银行 中信 招商 平安都开始干P2P的火了 所以你们现在看到 现在创业的很多中小型企业 去融资的时候 就会比以前要舒服得很多 对吧 包括现在还扶持创业投资 包括现在扶持创业服务组织 包括我们现在政府的引导基金 所以让中小微企业的发展空间是最大的 也就是说 现在真的是迎来了一个创业的最好的时代 还有一个平等 人人都很平等 自由的事物 我在也是研究佛学 所以我在里面学了两个字叫无我 然后我就琢磨着这个无我 到底是什么的一个境界 其实我觉得无我的概念就是 其实可以拆开 先是无 所谓无就是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能干什么 我先不把自己定一个框架 把自己框死 但这个仅限于跳跃一些思维 就是在思维里面我们会讲两种 一种是系统性思维 系统性思维一般属于职业经理人 他们是这样子 有一个目标 然后按照这个目标 制定一个计划 然后去完成这个计划 最后KPI考核 OK 对吧 我做到了 这是系统性思维 跳跃进入不是这样子的 没有目标 没有战略 立足于自己 我现在能干什么 比如说 我不能空想 我明天就去当主席了 这个不现实 那你还离聚着自我 那你自我的情况下 你能干什么 你觉得先研究一下 我自己现在能干什么 先不告诉自己 只能干什么 就是无的概念 把自己放开 然后再告诉一个 我有的概念 就是我在这个无的概念里面 能干什么 然后去做 这个是我才能 最大地去发掘 你自己的潜能 然后我自己 特别欣赏的两个 移动互联的思维 一个是武士高相 就是我觉得 在这个移动互联带里面 你要生存下来 要在这个时代里面 因为这个时代 是毫无疑问就来了 而且我们就 处在这个空间里面 不管你抗拒还是不抗拒 它就笼罩着 对吧 就跟雾霾一样的 无形中它就来了 在这个时代里面 我们要去改变 没有改变的情况下 我们就要学会生存 所以在这个思维里面 我们会讲 武士高相是很关键的 就是现在大家会发现 很多事情需要去干实事 对吧 要是现在很强了 现在你们会感觉到 很多开始都很务实地 去干事情的 以前走那个什么 政府关系这条路 好像走不通了 我们现在碰到很多创业者 可好玩了 一说创业就是说 哎呀 我要花多少钱 请多少人 对吧 然后怎么打怎么打 你管运营 他管产品 你管什么 一开始就拉开架子干 但是你会发现 那个指挥的那个人 自己其实什么都不懂 这个时候就会发现 一个很要命的东西 前两天我们有一个兄弟 传统行业的大理 说这个移动互联网 不天天敲我家门吗 行 我也来干一个商城 搞一个APP什么样的 玩 然后他后来的问题是什么 他天天把那个 所谓的外面请过来的一帮高手 就是做移动互联网的 天天把他炒掉 天天觉得不满意 然后后来说 他说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做不到 我想要的 然后我们后来发现一个问题 我就跟他很直白地说 我说兄弟啊 不是别人的错 是你的错 啊 为什么 我说压根你就不懂 人家做法其实蛮好的 我看过来是蛮好的 对吧 你觉得 你天天就是土豪的搞法 烧钱的搞法 你自己都不懂 然后你是拍板的人 你自己不懂 人家好的建议就会被你拍死掉 然后按照你的事后去打实录一条 花了钱没办法效果 然后你说人家干事不利 这是一个很难过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希望就是说我们创业的人 就是说自己能够 能够真的亲自带队 在一线跟游戏商打法一样 另外呢 说到一个 我们现在是一个市场经济最好的时代 所以我们其实很多的项目 可以从市场出发 先去了解市场上 有些什么人 再做些什么样的事情 有没有同样的做 然后再去定位 我要做的事情 肯定跟他要不一样 因为在移动货量时代里面 它是只有老大老 基本上没有老三的 有时候连老二都没有 你看我们准个例子 比如说微信 微信出来以后 异性烧了很多钱 你们现在用异性吗 我不知道多少人在用 但是最起码我不用 对吧 我知道他 在这个市场里面 我们要做一个事情 一定要去了解市场 看看别人怎么做 然后你能怎么做 你能把别人做的东西 能够颠覆掉 或者是补充掉 他做的东西 没有做到的地方 你把那个弱点强化 就游戏商打 哪有博弱地带 就打那个地方 玩私利打 你肯定能成功 讲到事物就要讲落地 讲落地讲执行 其实这一块 很简单 你要做到务实 你就跟人家可以亲近 比如说做朋友 像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会提倡一个 说先做人后做事 对不对 那就做朋友了 做朋友怎么亲近 做朋友 你首先你要了解 别人的真实需求 然后以他为中心 你还要跟他创造价值 直接对于产生警战 比如说他今天需要什么东西 他有什么需求 你这样才能什么 去跟人家做到亲近 人家觉得你挺贴心 你像我们现在 移动互联网时代里面 我们有很多的产品 APU做出来 你们发现 他是不是做得很贴心 对吧 你说想吃个什么东西 他告诉你周边 有些什么东西 还告诉你别人吃过的 小白鼠是什么样的感受 你务实地做到 亲近这块原则以后 然后就要做到什么 要做到简单 就不能太复杂 你做得太复杂 现在人都没有耐心 要做得简单 所以效率会比较高 淘宝为什么能把 传统的行业 如果颠覆得那么快 你没想过没有 它看来很轻吧 对吧 淘宝的用语就是轻 这个东西呢 其实会造成一个什么 它会给你拿亲近 所以现在我也学会很多东西 不管男孩子女孩子 你写到那个亲 我觉得大家都一下很亲了 但是光亲近你 光那个称呼没有 你在做事 不做事不合作 不合作 其实这个关系只是层面上 只是虚的 所以最后会 大家一起合作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 食物还在线下 我们的体验还在线下的一个过程 这时候就产生了一个忧透 很多人说忧透 是不是就是我线上开一个网店 线下开一个私底店 我即将在玩忧透 其实不是 它的模式好像是忧透的模式 对吧 线上也有 线下也有 线下到线上 对吧 online offline 这一项反项都可以打通 其实这里面还有开环 它不是闭环 有点还有开环 会延伸拓展很多东西 但是这套模式 真正玩OTO的模式 其实首先 就是我前面跟大家要分享的 你首先玩OTO 你要有移动互联网的思维 你仅仅在线上开一个网店 现在开到一十两天 你说我在玩OTO 没人会相信你的 因为什么 你线上跟线下能够产生更多效应吗 能产生聚合效应吗 能有整合升级的效应吗 最关键 移动互联网实在是讲究低层的 高收入的 为什么很多移动互联网的产品出来会免费 甚至贴锡 贴钱 仅仅是烧钱吗 没有人傻到天天去福利 所有城市会去 仅仅是烧钱吗 不是 因为他们会把很多的成本去控制 降低 他们要做的就是降低成本 扩大收益 然后再把扩大的收益进行先前期的让利 才会产生到免费 这是一套布局 大家可以看到 线上怎么做 线引流 当然正向可以反向 我们先看线上到线下 先引流 转换 然后消费 到存流 对吧 然后再新一个转换 再消费 包括领反馈 形成新的 包括口碑传播 包括口碑影响 但关键的问题在于什么 怎么去做 你要做到 用移动互联网的思维去 先跟人家怎么样去做到 让别人信任 你发的每一条东西是有人觉得是有价值的 愿意帮你传播的 不然人家干嘛去跟你引流 你赚钱 我帮你做广告 你觉得现在所有的人都没有那么 以前那么好忽悠了是不是 那这里面你们会想到 用户有什么样的需求 找信息 做决策 预定预约 包括现场的服务跟现场经验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里面 现在我们几大要素 一 用户 第二 手机 时间 地点 支付 五位一体 全包括了 最关键 后面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所谓的移动互联网的产品出来 都是释放了社会的闲置资源 然后产生了政治的空间 就是我说低成本 高收益地去打造 你会发现他们的成本并不高 比如说你们看打车软件 一开始他们的成本并不高 对不对 包括二人这种餐饮软件 他们都是把社会上的闲置 比如说空置的车来回跑 不知道客户在哪 对吧 包括现场的那些餐饮店 天天开着 但是不知道谁要吃 把这些闲置资源先整合了 因为你在整合社会的闲置资源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的成本是最低的 然后整合也会在升级产生真正的空间 和附加值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就产生了收益 在这个收益的时候 你可以享受你的利润 这就是引力模式的打造 然后这一块模式的风险 我跟大家讲一下 这里面有很多风险 我现在看到一些风险 比如说 现场的产品质量和服务体验 包括风险的保护 它是非常很关键的 移动互联网时代 存在的必然的风险 你永远不知道 这个速度太快了 这个坑太多了 你防不胜防 就这一块事情里面就要 一 你现在能导流 但是也可以解 对吧 口碑这块你能口碑 你能口碑做到很好的口碑出来 同时你会发现一公体 为什么在淘宝店里面 你给一差评人家 杀了你的新队友 你对他因为他真的很苦 有时候你给他一个差评 你不知道对他影响有多大 可能是那很多 百分之三十人吧 我们说低点百分之二十的客户 会看了以后不敢用 不敢去乱 就像我们银行的坏账样 你不能因为坏账而不因为这个银行嘛 但是很多人不能理解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都有一个悲观情绪跟负面因素 这是人性的落地 另外在这个行业里面有BAT三座大三 对吧 这是很难超越的 那不止是三座 其实你在各个戏份行业里面还会有大的 每个戏份行业都有 你做了一个什么东西出来 你今天做出来 明天就能抄袭 如果你运营了 你干不过他的话 基本上他就把你干了 你还在走的时候 人家一开始跑了 你在跑的时候 人家已经开上奔驰了 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子 所以大家都会很累 真的 你对我感到非常的累 还有 这一块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做微信 微信那个公众号后台 是我自己亲自管 网站也是我自己管 我后来发现一个问题 以前我们做微信公众号的 阅读率是非常高的 后来发现一个问题 现在微信公众号的阅读率越来越低 以前我们在微信群里面的反应是最快的 发一个什么东西 大家立马哇 七月八十就开始讨论了 大家很关注 现在你发过去 基本上生意那么久 出来发红包也完 现在你会发现 这个现象 因为我们现在都取于什么 疲劳了 以前一个人可能就几个群 现在一个人几百个群 像我现在一个人五六百个群 手机天天烧掉 所以这个时候 我每个人都疲劳在这个一块 所以你在线上再推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真的找不到很好的途径 你找不到很好的群 而且大家都把大量的信息做到线上去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其实到了一个疲劳期 还有一个问题 现在流量成本 以前我们有一个好的APP推出来 基本上你不用多大的宣传 不用多大的运营 基本上大家口碑传播就会下载 但现在不行 现在你给钱 人家还卖一个面子 就下载一下 完了以后发现没用 立马给你删掉 抢完红包就给你删掉 所以你们会发现这个是没有办法 真的是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现在手机里面的APP太多了 现在你看大家还有多少人去下载 很少 出来工作型的 日程要用的 非常实用的一些东西以外 基本上像我的手机里面出来微信 跟我玩的股票那个证券览接就没有了 再讲这个模式的发展趋势 首先这个模式是很重视的 你们看到国美 百度 阿里 包括那个淘宝 这个天猫的一些大佬们都在讲 诶 欧图 对吧 像那个小米 上次送到跟我说 啊 这种我们有八千多万 你包括这一块大佬们都很重视 第二 这一块必定是移动互联网 实在会移动化 随时随地解决 随时的需求 第三 这一块注定的是社交媒体 我们很多的东西的入口 都会从社交这块去 所以你们看到 因为这一块的媒体是 需求是什么 是大众化的需求 所以大家很容易接受 然后这里面啊 还有一个本体化 其实欧图这里面会特重的 很多是生活服务领域 我觉得这一块东西呢 本体化跟垂直化 会在这个行业杀得很凶 大家会后面会发现 N多这种模式出来 讲到这一块 然后因为我们是创业的一个分享 所以我会讲一些创业的方向 在这个里面呢 就说第一 建议大家做垂直行业 垂直行业 就单摆一个点 做到极致 这是很好的一个发展趋势 因为这个垂直的行业 一个细分的行业 是没有办法能跟你竞争的 比如前两天 我有一个兄弟 有一次听过 移动互联系维 他回去干了一个事情 他是做进出口的仪表 就是说进口的代理商 你看这个行业的传统吧 德国的高端仪表 在国内的代理销售 也是清产 后来他说 他觉得这个东西 移动互联系统也蛮好的 可以说他这个行业里面可以结合 对吧 怎么结合呢 他们以前那个仪表 这种仪表就是维修很贵的 对吧 就像大家车一样 你如果进口的车的维修成本是很高的 这些仪表的故障率 跟这个维修的概念 就是说维修的情况 大致是可以复制的 怎么复制 他就让他的技术员 让他的公司的员工 每一次要去维修的时候 他的维修师不是他自己的 是外面外面请的 然后他把外面维修师请过来 自己工作联配过去 录下来 到后面以后他就干培训了 干培训 干培训看什么 请看大屏幕 一二三四五 各种款式都要维修的 对吧 然后后来扑到什么仪表要维修 然后你告诉我什么信号 什么东西 他解锁一下 出来一个视频 说兄弟你看 用这个行不行 不行 还有第二个 你看哪个数目好用 对吧 你就用哪个 完了以后他跟看电影一样的 先给你看 两分钟是免费的 对吧 你大致能看到 你这是干什么的 核心部位不好意思 对吧 要么插入广告 要么什么 请付费 对吧 跟电影一样 所以他现在 诶 这个戏份行业 他现在也做起来了 他没什么成本吧 成本很低 而且他以前 以前本来就工作人员 要跟着技术事务一起去的 现在无非是工作人员 手上多了一个东西 扛了一个小的摄像机 还跟师傅说 诶 师傅啊 你这个好啊 我给你拍下来 以后帮你听劳模 师傅还劳开心的 还摆个字词 对吧 这种是思维 其实我们讲的移动互联合思维 它不只是说 我在移动互联合行业 就一定是才有用的 以前我在高雄分享的时候 我说谈恋爱也很回应 对吧 谈恋爱也很需要移动互联合的思维 就是很多人 男孩子追女孩子的时候 女孩子追男孩子的时候 尤其男孩子追女孩子的时候 总是想怎么要追他 我说兄弟 你不能这么玩 你要告诉那个女孩子 你是最好的男人 你是一个好男人 那你别再追你 你不就快乐了 你脑子追男人家 人家其实脑嫌弃了 尤其女孩子一追他 他还特撬的 你还脑追不着 你就不追他 你告诉他你是最优秀的 但有人提示到你 你就算这个女孩子 他不追你 还有别的女孩子追你 你有得选的 市场经济法的就是什么 先告诉别人 你是什么人 你有什么忍耐 然后让相关的人来找到你 这就是市场经济法 这里面我们会讲到 还有一个小城市的创业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市场需求 我去过二三间城市 做考察 然后也去过洛阳 去过山东 我就发现很多问题 很多的城市的创业 只是在上海 逗过金来再回去的 上次我跟张立扎了的时候 我还跟他讲 我说我在外面 还碰到你的兵了 这个很正常 真的 在外面逗过金以后 在上海学习后 先拼上 拼不过了 打游戏弹去 农村包围城市嘛 那个地方有大家很多发展的空间 而且那个地方是很多没有开垮的地方 那边的事物还没有这么快 地方的人还很安逸 你稍微勤了一点就比他们强 现在我告诉你们 还有一个好业叫传统好业的大脑 我现在碰到好多传统好业的大脑 天天找着我们在谈一个事情 天天有移动不了的人 敲我们家门 踢我们家门 睡不着 他们因为看到了很多 比如说看到了阿里的上市 看到了默默的 所以他们现在惶恐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创业的一个方向 可以跟传统好业去大脑玩 但是里面有一个问题啊 必须要去沟通的一个问题就是 这帮大脑的传统思维 没有你移动不了的思维 你跟他讲很多东西 你只有什么 你只有用事实 用数据能打败他 告诉他 他才会服 不然他压给你不服 你跟他讲的再拖没有的 因为这个人他是 这些人都是自己一路打败过的 然后都会觉得自己有固化的思维 如果你跟他谈新的思维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难找到不服 他很难认可到你 跟大家组织一下一个里面后面的一个分析头 就这一块我们就会看到很多就是 产品平台用户 平台这块其实我们主要是讲运营这一块 产品这一块是会讲到设计创造 设计跟制造 创造价值这一块 对吧 这里面会产生一个模式叫C2B 以前都是有一瓶水 然后卖到每个客户手上 通过广告啊 营销啊 对吧 销售渠道啊 代理商去卖 现在可能会反过来做 C2B就是说 可以根据大家的市场需求 来做一个产品 另外呢 讲到运营这一块 我们前面讲了O2的运营模式 当然还有很多种 不只是O2 其实还有很多 其实讲到运营这一块 就是会产生三个方面 一个是信息 如何产生 就是说你的信息如何去广而告知 对吧 这是一个信息流 完了以后呢 你东西租金以后 产品怎么样去付费 支付 这是一个资金流 人家付完钱以后 你的货物怎么样到达对方手上 这是一个物流 所以马云把这三个全部干 对吧 干完淘宝干支付宝 干完支付宝这块干菜 三个方面 平台的运营 他现在做成脑袋 这没人敢看 这一块主要是传递价值 完了以后到了用户这一块 就变成了 比如说用户会有什么 产品的功能在这边 用户的体验 包括用户之间也会产生一个模式 叫P2P 拍拍带的张俊就干了这个活 对吧 把以前贷款的借贷这个关系 通过互联网 他们是不是通过互联网做的 没有线下 像仪星还有线下的店 他们有 所以在这一块 我们就会讲到产品技术创新 这一块比如说3D打印的 包括无人驾驶车 包括机器人 存在设备 对吧 智能硬件 AUTO 那一些 其实产品 包括APP 也算可以算产品 然后第二个是商业模式 这块模式的创新 现在是很多的 所以更多的是会讲究是行业系统的商业模式创新 另外还有一块是做客户反馈的 就做客户的措施 所以会慢慢的会出来一个什么第三方评论的一些平台 对吧 专门为客户打造的 就告诉你什么好 什么不好 到底为什么好 对吧 哪些人在上面 比如说反馈这些 好 这些建议 这些建议是我个人的一些建议 首先第一 我觉得你要做创业 先了解自己 对吧 我 然后了解市场 那个无的海洋 你属于什么样的环境 大环境里面 在环境 大环境里面 如果你不能去改变它 那么你就去学会适应它 所以我们经常说创业者很苦 苦在什么地方 好不能看到前面一道 就是说遇到一道坎 好不能咬咬牙 跨过去了 刚跨过去 发现前面还有一种坎 又咬牙 又跨过去了 对吧 然后你跨过去 后会发现 你老是在咬着牙跨 牙齿咬碎了 发现坎还没跨完 这就是创业者 苦逼就苦逼在这个地方 有很多创业者做到 你像我们现在传统行业 那帮企业家 他现在还做不住 因为他前面又遇到一道坎 天有人提问 赶着睡不着 我们不鼓励大学生之间 如果说你不是天生的创科 不鼓励你一马去创业 我们决一 决的大学生你可以什么呢 先跟着别的创业团队 由中小企业先去学习 各个岗位都轮到 这个很好嘛 风险很低 跟着别人学习积累 知道外面的环境是怎么回事 创业是怎么回事 完以后再去创业 这样我当时做外卖的时候 我开始在外卖公司里面先打造 把客户积累都好了 半年以后我自己开家外卖公司了 开外卖公司我就立马来赚钱了 对吧 而且我后面的所有的收入都是振云量赚 这个有一些积累 一般的话 如果冒冒然毕业我就开家外卖公司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有哪些是坑 哪些是挖 哪些是陷阱 完全不知道 学习积累是创业里面很关键很关键的一个东西 很多人都说 有句老话叫磨刀补物砍在工 学习好 积累好 你们不要看到现在所有的牛人 那个什么飞鞋的猪 那个什么上市的马云 包括这帮人 你可以去看看人家 积累是多少人 才爆发出来的 而且一定要成名万事库 还有多少人死在路上 没有人知道 对吧 也目标都没有一个 再讲到创意 这一块 就是说现在投资人很多说 反正我们说投资人到底喜欢投资什么的效应 首先第一 很多人投资会 第一句话就是说 你这个项目到底解决什么样的需求 对吧 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价值 所以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实际能解决吗 第二 创业需要很长的市场领域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强的一个关键度 就是别人看不到的商机你能看得到 别人想不到的东西你能想得到 所以别人赚不到的钱你能赚到 就这么简单 当然这里面有一个生命力跟执行力是特别关键的 未来的市场 一 我们说市场经济最好 所以产品以后会市场化 好不好 市场说了算 二 营销会趋向化 就跟大家先生讲的 对吧 以前那套 那套就是说先免费后收费的模式 都会失效 因为我们现在太聪明了 这套模式现在开始慢慢的 大家开始什么 疲劳 知道了 知道你后面的小刀了 所以这一块它会趋向化 另外平台会社群化 还有商业会互联网化 但是品牌会能够化 以后大家所有的品牌 基本上创业的品牌你们都会发现 你们现在看到 比如说饿了吗 张学浩 对吧 P2P张俊 你们发现了 他们的品牌这是谁啊 创始人自己的代理 所以创始人自己也要去 把自己的能格打造出来 你的能格就代表你这个品牌 大家对这个品牌的性能和论智度 就是你的品牌 就是你的能格 还有消费娱乐化 现在说实话 上次吴小波也是吴小波讲的 现在做一个讲座 还不会讲段子的话 不会讲笑话的话 那都不是一个好分享师 就是说要求会越来越高 还有成像一体的话 另外这个是我在大学里面 我们经常去考证了一个90后的标签 这帮90后以后会是我们的创业的大村 也是我们消费的村庭 因为他们有这一些标签以后 会注定他们是一个很适合创业的一个群属 但是他们的命脉在什么地方 90后有这个创业的思维 有这些创业的基础条件 但是他们最缺一个关键的东西是实战 吃得苦 吃苦耐劳将会是他们创业的一档半小区 就很多90后的思维 想得很好 很开放 很open 我看过很多90后的项目 比如说做PPT 他们做的东西能够很炫 3D呈现 我们上次看到一个项目做项目路线 那你先不听他讲 你就看了平静觉得很赞 3D的 叉叉叉叉叉叉就出来了 非常流畅 而且这个讲了更好玩 讲师级比较好玩 什么都赶紧 而且他做的东西确实很好 产品很ok 但是他们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要把说的这些东西做出来 是他们要去考验的 而且要做的比较多 好 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做的一个分享 谢谢大家